刚才大家听到张总师在出场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声音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 仔细听了一下又像风 呼呼地刮的那种那种 到底这个声音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 这是来自遥远火星的声音 是我们火星车从着陆平台 走到火星表面这个过程当中录制的 你可以闭上眼睛仔细聆听 感觉自己就像身临其境 站在火星的表面一样 是的 那种荒凉那种壮阔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 随着我们的柱仁浩踏上火星表面的那一刻开始 它的眼睛已经代替着我们所有的地球人 在观察着这一颗既熟悉又陌生的星球 说得太好了 但是您在上场的那一瞬间 我的眼睛一直在您的身上 因为我太渴望见到您 其实我对您的形象已经很熟悉了 5月15号那天 当我们的探测器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的那一瞬间 大家都看到当时张总师是激动的山人泪下 你这样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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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呢 你什么心情 你激动吗 你激动那我也激动 跟你一样 说实话 说实话 在着陆之前 我一直在想 会不会 咱们呢 是不是这个遇到重大成功的时候 不要落入熟套 对 别流行 但成功的时候呢 手足舞蹈的高兴一番 但是呢 很遗憾 没有做到 忍不住的流眼泪 紧接着热搜 就是这张照片 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一个小的串心 当时吓我一跳 我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说 这是谁拍的 火星上还有一个人吗 我们在火星车的底部 安装了一个带Wi-Fi的相机 在我们这个火星车 走到着陆平台 在蓝车大约10米左右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相机分离 就让它搁在地上 回头呢 火星车再退到 着陆平台的附近 大家听明白 这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吗 假设我是祝容浩 我从那个小平台上 下到火星表面以后 我拿一个小相机放在那 然后退回去 对 让相机开始工作的时候 再退回去 您是那个平台 然后我们 看一张 这个相机带一个Wi-Fi 就像你们家里一样 这个信息传送到火星车 火星车再传送到 我们的环绕器 进行中继 环绕器把它传送到我们地面 就轨道上现在 有一个信号的一个中继器 我们永远有个环绕器 有个环绕器 应该已经开始了他的整个探测的任务了 没错 可以报告大家 昨天晚上我得到的数据 我们的祝容浩火星车 已经行驶了206米 200多米 虽然在地球上 看起来 这个距离并不长 但是对于一个 离着地球 4亿公里远的 一个遥远的 中国人首次 依靠我们的科学设备 踏上了这个星球 200多米的移动距离 这是多少科学家 多少年梦寐以求的 这样一个梦想